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的乱的都当党己无道 党不成党 搞到一个大政党有可能从此衰落 哪个最需要问责呢? 在说的才不是白甲党 话说这个被人说没有存在价值的政党 不单不派人参选新一届立法会选举 还说不会支持任何人参选 就算党员用个人命意 都要先得到批准 不过副主席梁奕婷和元老级党员 兼立法会前议员李华明 就当做以边峰 分别用个人身份和资深社工身份 支持非建制派候选人 事件越闹越大 走老的白甲党成员郭天立 就说和几位党有商量后 已经联署去信纪律委员会 要求严肃处理梁奕婷遗纪事件 又加不及待 要两亿亭之东此音 退党借罪敢话 又想抽水?抽你了? 连被通緝的前民间外交网络 發言人张坤洋 亦都加上把嘴 在Facebook帖文发炮 说白甲党容许这些败类存在极为不智 又笑党主席罗建希那一答 骂他龟叔不谴责 怎麽领导白甲党和 罗建希啊罗建希 你是不是龟叔由其他人去评价 不过这一切都是由你们杯葛参选就预认了 一切都是自己拿来 骂 骂他死蠢 嗯 好椿 好椿 JOHN